媽媽這一次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切得這麼乾淨 不過假的 我覺得你這次做得非常好 幫媽付那個四十五萬 這就叫做孝順 為人子女就是要孝順 大哥 你覺得我幫媽付那四十五萬 很孝順是不是 太好了 那這樣好了 你跟二哥呢 我也幫你們進一份孝道 那四十五萬 我們一人十五萬 share掉 將將好 算你狠 好說好說 現在重點不是誰出多少錢好嗎 重點是要想辦法幫幫爸媽嘛 這個事情牽扯到太多的祖先 哪有什麼辦法 而且前一陣子不是還扯出 媽腿上那個巴的事情嗎 我看是病入膏肓了 可是媽不是已經說 她對那個巴已經不再計較了嗎 對啊 那是因為我爸付了五百萬耶 這種時候 就只有這個辦法可行 什麼辦法 作弊 作弊 對啊 反正呢 像整件事的重點就是在於 石家祖先的態度嘛 那既然之前一百五十二年前的 飛鴻伯父都能夠上載黃乾爹的身 那我們不如就演一個鬼上身 假裝被石家祖先附身 然後跟石媽媽說他們願意原諒黃家人 要石媽媽好好跟乾爹在一起 不就好了 也對 可是媽媽真的會上當嗎 就試試看嘛 失敗的足比沒事好啊 我真的喔 不想要再看他們兩個這樣悶悶不樂了 那可是 要誰來當被附身的那個人啊 要是媽發現我們作弊騙她 哇塞 我們就死定了 誰來啊 這是個好問題啊 你又頭痛了喔 沒有 我只是在想 拜託你們好不好 這個問題有這麼難嗎 很簡單啊 薯枝就好啦 來 薯枝 樹枝 樹枝最多 五枝 5 5 10 15 17 4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5 17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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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你們石膠祖先上我的身 不會很奇怪嗎 況且喔 況且喔 我是豬肉龍的後代耶 這樣好嗎 證書好像有一點道理 想你一定是對我有意思 才會這樣維護我 好了好了 但這樣我們重新來過好了 小蝶不算 數隻數隻最多五隻 十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四 十四 何是你 小蝶 我跟你一樣 我不是石家人 你已經嫁給我了 所以你還是石家的人 所以就是你了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是皇家的人 那你們石家的祖先 這麼討厭皇家的人 怎麼可能會附在我身上呢 你寫說的有道理 可是你又不是 黃鋒夫的親生女兒 可是我一樣姓黃啊 好啦好啦 大哥你就不要再擄了 剩我們兩個了 看你是要剪刀手部 還是要數隻 都好啦 那你要有新加坡權 還是黑白色 你煩不煩啊 那就來 來 你現在是怎樣 木無尊長嗎 欸 當弟弟人 就要有當弟弟的樣子 這種事情 當然是當弟弟人去做啊 還拆拳耶 還輸贏耶 去 我